- 長生的蝸牛 等一下!我差點忘記我們還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尋找花蓮人口中的蝸牛美食 市場大姐說 蝸牛通常下雨過後都會在草地出沒 當地人都是趁這個時候去抓蝸牛 我真的是個呆巴聳欸 我竟然不知道花蓮人會吃蝸牛 為了電視機前面的你們 我!我!我!我會努力的 長生的蝸牛 長生的蝸牛 可是我們已經下過雨這麼久了 還會有蝸牛嗎? 也是會有 牠會出來 蝸牛 蝸牛?我剛剛看到在下雨的時候 剛雨過天晴的時候才會有欸 對!現在是剛下雨過後 那我們去哪裡 這邊我們這邊點蝸牛 這邊 這是根本說蝸牛達人 蝸牛達人 蝸牛達人 好可愛 現在帶著 現在帶著 來 直接點到我們頭子裡面 來 這樣子 你看怎麼刮蝸牛 就這樣子直接抓到桶子 直接丟啊 對!直接抓到桶子裡面 這樣口不會睡嗎 不會!直接放在桶子 瑋瑜!很好你不錯喔 原本我腦海裡 想說你看到蝸牛應該會驚嚇到 尖叫落淚 沒想到你竟然可以那麼鎮靜 還可以跟大姐聊天 你長大了 美食的精神就在這裡 只要你想像得到 等一下你抓到的東西 可以把它做成一道美食 你不覺得 這就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嗎 瑋瑜 多抓一點 我很期待啊 我剛剛聽到說 你們這邊可以炒蝸牛來吃的時候 我嚇一大跳耶 不會啊 那個不會啊 那個湯菜很好吃啊 我們十幾歲 已經是捡蝸牛來吃 十幾歲 等於說我們從小就吃到大 對啊 從小吃到大 我們都在山上 都沒有什麼菜 嗯 我們那個蝸牛在山上 它會跑出來 路上 我們就小的時候去捡來吃 哦 所以小的時候就捡來吃 這樣等於說 這是你們從小到大的零食耶 嗯 是不是 下完雨之後 我路上的蝸牛就可以捡來吃嗎 有的時候 人家那個草 噴那個農藥 就不能捡 哦 我們知道那個草沒有打藥 我們就捡回來 哦 要養 要養 要採那個地瓜葉 有時候空心在 餵它嗎 餵它 它要消毒出來 消毒那個 那個 裡面的土 大便 大出來 可是像我小時候吃什麼可樂果啊 乖乖旺旺什麼的 哦 以前喔 以前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 兔子啦 老子啦 兔子 小時候吃兔子 有啊 有 那個很好吃喔 在那個甘蔗 種甘蔗那邊 用那個夾子去夾 它可以很甜 嗯 鮪魚啊 聽到兔子 你應該知道你下一趟的任務目標是什麼的吧 眼前的蝸牛啊 其實是非洲大蝸牛 是在日據時代的引進來的 花蓮又以玉里正最多 每個市場一定都有賣蝸牛 所以說啊 花蓮人都是吃蝸牛長大的 一點也不為過 不過鮪魚 你的零食祭竟然都是餅乾啊 真是 唉 太沒童年了 沒關係 從現在起啊 你的美食人生要展開新的夜囉 這是剛剛採的嗎 對啊 很多吧 很重耶 你給他拿看 你拿 你也抓太多了吧 我覺得我剛剛練了一場壁力 不是啊 一盤菜你覺得需要幾顆蝸牛 不知道啊 反正就抓來啊 就是用了就對了 對啊 反正這麼多你應該也可以煮很多 東西啊 不要一次抓到它全部抓光光 欸我們處於小組很餓耶 很多人 看這個 對 對 自然一點 那我把它倒回去好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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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拿就拿 好不好 既然拿就好 那現在怎麼辦 就大姐剛剛跟我講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它說我們要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做東西 這哪裡 直走 直走到那個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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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啦 你不要急 到那個盡頭就到了 對 那很遠耶 你就慢慢走啊 到散步啊 散步啊 好嘛 可是旁邊的伴不對 唉 好啦 記得 以後問路要問好 重點要問 有沒有人可以載我們一下 麻煩你們啦 總之 我們繼續走 先把蝸牛交給大姐處理 現抓的蝸牛啊 是沒有辦法直接拿來烹煮的 因為蝸牛的處理非常麻煩 抓回去啊 要先讓牠們進食好幾天 把肚子的髒東西排掉 再一次吃啊 搓洗牠的這個泥膜跟雜質 這樣的蝸牛吃起來還健康 大姐 那就麻煩你 妳應該有幫我們準備一些處理好的吧 是啊 超多人喔 她不是跟妳講過 要低調不是嗎 我也不知道啊 只是 大姐就叫我過來這邊 妳們 平常都這麼多人在這邊喔 是的 我們這裡是非常好玩的地方 是以前我們的警察廳 這是警 警察廳 對 可是妳們 我講說妳們這也太過分了 妳們說 來 牛肉來炒住可以了 妳有看到警察的標註嗎 給老人家 人家那是和平哥耶 對不對 你們畫成那個樣子 誰畫的 那是我們的 警察廳的古蹟 現在改變成 我們社區的這些老人家的 一個活動場 遊樂場就對了 對 是中山市啊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豐林鎮 客家庄移民村的警察廳 這裡是日本人在花蓮 設置了三個移民村之一 不過在民國七十幾年啊 已經紅北了 後來經過居民的重整之後 已經成了最新的環島打卡地 接下來終於可以開始煮了 可是詹姆士和大姐都好不給我面子 不讓我幫忙 沒關係 幸好我有偷偷記住 要準備大量的大蒜 辣椒 九成塔 薑 醬油 米酒 黑醋 蠔油 而且要等到全部配料都拌炒 調味好之後 才把螺肉放進去 這樣螺肉的肉質 比較不容易老掉 原來我也可以說得一口好菜啊 但是怎麼旁邊有人演起穿樂劇啊 妳要請這個拿出來 有啊 妳是本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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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吃藝工家後 妳來打米喔 打什麼米 打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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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為什麼要請這樣出來 我要打米 要打米喔 原來有拍片 打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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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回來 這個 放下去 差一點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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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妳年輕 妳還吃得到 妳幾歲 26歲 26歲而已 26歲而已 就有這樣子的功夫 其實我們這個東西看過了 在台北的熱草店看過 對 我們都以為它是說螺肉螺肉 陸地的鮑魚 根本就是蝸牛 陸地的鮑魚 台灣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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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地鮑魚 陸地鮑魚 真的 看妳的手藝要拿 怎麼樣 好吃嗎 說實在 新鮮就不一樣 新鮮 對 因為在台北吃喔 它有時候都是 弄好就冷凍 他們是泡 有泡藥水 對 泡了藥水 然後有個藥水味 然後妳這肉質啊 吃起來 它剛剛在講說台灣鮑 或是陸地鮑 對嗎 吃前吃都不像 這隻吃就像 不一樣 對 對不對 很好吃耶 我覺得在台灣熱草店吃到的東西不太一樣 對啊 妳不覺得嗎 妳不覺得說 一個男人會做菜 它就大大加分嗎 嗯 好像是這樣 通常好像是女生做菜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不會做菜 那我不是要解分了 妳是不是要找一個 妳是不是要找一個最冷的人 好 我知道你很尷尬 沒有辦法 來 我餵你 盡量不讓我餵 我是不隨便餵食 另外我告訴你 千萬不要拿熱草店 常吃到的炒螺肉跟這裡比較 因為花蓮使用的是溫體蝸牛 光是這一點的就已經大勝了 而且螺肉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入味 而且口感要脆爽 越嚼越香 越嚼越能夠吃到螺肉跟醬料 最完美的結合 舒服 很好 終於了結了一樁 畫連當地人愛一次的食物 好 好